一旦遇到了我今天 接下来所要讲解到的这一种放量下跌 一旦你掌握了其中的精髓 就能够抄底捕捉主生浪 那么比如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例 我们会看到这只股票 此时在这个位置出现了横盘 那么你会想到什么 很有多长数有多高 这是还是很久必跌 当你正在思考的时候 此时在这个位置直接突然来了一个倍量大阳线 还是一个涨停的阳线 突破了横盘的平台 那么你会在想赶紧跟进 接下来肯定是要走出一波大涨 结果呢买进去之后直接就被套住了 如果说你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那么后面的精彩内容千万不要错过 因为今天我要教你一套更装的模型 能够让你轻松的抓住主生的七张点 对于实战方面的技能 以及当下市场当中 严选出来的短线投标 我都把它放在了文章里面 如果还不知道怎么看文章的粉丝朋友 可以到咱们平时跟自己的经纪朋友 打语音聊天的地方进行搜索王牌论股 只有这四个字 锁定好每天的文章更新 就不会错过下一只的涨停牛股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 当股价在下跌过程当中 跌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其实你的心已经凉了一半 你会看这些均线形成的空头排列 而且成交量这个位置 还放出了一个倍量大阴线 看来这个位置很多人在割肉 说明主力在这个位置 其实他也是吸收了大量的廉价筹码 只要有主力吸筹 其实离拉伸也就不远 关键的是股价什么时候才会拉伸呢 首先我们要找到这一波下跌当中 最大成交量的大阴线 就是这一根倍量大阴线 找到这一根倍量大阴线的时候 你要把倍量大阴线前一个交易日的成交量 换一根水平线 后期把某一天成交量缩量 缩到了这根水平线的下方 比如在这一天 说明这个位置是一个调整的低点 有可能随时即将迎来一波反弹或者是反转 于是这个位置 当某一天股价能够站稳均价线上方 形成多头排列时 那么此时这个位置 我们就可以直接抄底 然后直接就启动了一波短线的暴涨拿生 但是这一种方法我们还是需要注意 还有另外的一种情况存在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只股票 股价经过长期的下跌 下跌之后收出了连续的五连羊 然后当你直接就买进去的时候 直接就被套住了 因为你会在这个位置买入 你会认为前期已经出现了一波大跌了 位置又很低 还收出了五连羊 直接买进最后 直接被套甚至被洗出来了 你会发现是不是一个很熟悉的动作 当你买入就下跌 为什么又跌了呢 其实很容易理解 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前期五连羊 在下跌的过程当中 找到这根倍量的阴线 就是最大成交量的阴线是这一根 然后找到倍量阴线 前一天成交量换一根水平线 其实我们会看到 在下跌的过程当中 其实这波拉升成交量 并没有缩到水平线之下 因此呢 这个位置就能够告诉你 其实这一波只是一个小反弹 而不是反转 所以呢 买进去走出一波下跌 就很能够理解 那么当接下来 在这一天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它的成交量 是不是直接就缩到了前期 这根水平线下方 那么其实在这个位置 才能够说明 这一波的下跌 真正的奇稳 当接下来股价能够收扬奇稳在 均线上方形成均线的多头排列向上 那么这里直接抄底进场 抄底进场之后 是不是迎来了一波拉升 但是拉升的时候 它又下跌了 那么注意 如果下跌 我们就把缩到水平线下方的这一根 K线最低价 换一根水平线 只要不跌破 你就可以继续持股后面 再次拿到这一波的大涨 一旦跌破 要果断的出局 那么我们是不是 就能够精准的买在底部 精准的把握到 这一波 以及这一波的连续暴涨行情 好了朋友们 这就是今天给大家所分享的 一道遇到了 我们今天所要讲解到的 这一种放量下跌 照理你掌握我刚刚所讲到的几个核心 要点 你直接抄底 就能够精准的捕捉到一波 快速的爆炸行情 希望对粉丝们们在操作上有所帮助 更多的技术干货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